黃色布偶大跳可愛舞蹈 衛充房市買氣 甚至祭出一塊土地來摸獎 在每一天的展場 希望能夠有一千人左右能夠到場 那因為我們都是採線上報名的制度 已經有這些的人數存在了 一千萬土地分四份抽獎 算一算限值250萬元 得先繳30到40萬稅金 也有業者開超跑來替豪宅助鎮 108坪大坪樹 光是餐廳就能放下 一個大圓桌 主臥房更透過電視牆設計 區隔床鋪和化妝台 主供回流台商客群 奇怪 你為什麼要回來 他就跟我抱怨 現在美中貿易大戰 他在大陸就像李董講的 根本不好混 回到台灣就變成剛性需求 相較上百坪的空間 總要有專人來打掃 就在這後陽台設計了一間庸人房 建造裡頭不只有榻榻米 甚至還有私人微浴 選在中山區落腳就要和年底新一區的豪宅市場 做出區隔 我還是看好 黃地產什麼都可以進口 只有黃地產不能進口 20年前說黃地產完了 結果20年後你看黃地產上好幾倍 不過第三季商辦交易金額 預食億元的只有一筆 創下九季新低 但外商看好 2019年商辦空置率將降到百分之五 需求大於供給 那可以看得出來很多 目前完工的樓很快都去化 桌林需求熱弱 新一區兩棟約五千坪商辦 也渴望在明年初就去化完畢 東森財經新聞 劉沛喜張士奎 台北採訪報導